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呢 我就是说 在我们的每年的烈士纪念日的活动中 建议增加一项议程 因为每年我们要隆重纪念我们的烈士 增加一项什么呢 诵读人民英雄纪念碑文 它具体的意义太大了 因为这个碑文114个字 是整个一部中国近代史 而是和我们共和国一建立的时候 是建立这个纪念碑 它整个我们纪念碑的核心和灵魂 都在这个碑文中 那现在我们的仪式 一共是由李相唱国歌 然后是墨埃 然后是少年先锋队唱 我们是奉坛主义事业接班人 然后是献花蓝 然后是瞻仰人民英雄秀卫 那么增加这么一个 更增加了它这个整个 我们这个仪式的庄严性 所以这是我想 一个 那么不仅是这一次 那么以后我觉得它应该 建议作为整个我们历史纪念日活动的一个 一项固定的意义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我们建国70年 就想到我们新中国建立的初心 我特别觉得我们在这个初心中 应该重温我们的建国四篇 点击 第一篇就是1949年9月21日 毛泽东同志在新政协的开幕司 第二个就是9月30号的政协宣言 第三个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 第四个是10月1日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宣布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这四篇文章把我们新中国为什么建立 怎么建立 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共和国 也就是我们建国的所有的初心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我们共和国建立的初心都在这里面 这里我讲两个小细节 一个我们说中国人站起来的标志 那么最早的出处就是在毛泽东同志 在新政协的开幕词里面讲的 诸位代表先生们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从此站立起来 那么所以我觉得 我们纪念建国七十年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初心 它的思想 它的理念 它的理论 它的精气神 都在这里面 没关系 重演 力量